国会职权相关手法引发了朝野激烈冲突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针对了国会冲突有31.6%的民众是支持民进党 那么有27.6%的人支持在野党 另外24.6%的人都是不支持的 五二四当天立法院内闹哄哄 而在外头有一样火药味十足 青岛东路上头聚集一大堆年轻人表达诉求 希望能将国会职权相关修法退回重审 我虽然说我们投了对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的 违背我们议员的事情 但是蓝白这些立委让我们非常的气愤 我是从屏东上来的 立法院朝野攻防激烈已经连续好几次爆发激烈冲突 国人对于一场内立委们拳脚相向 普遍观感如何呢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 有31.6%的国人支持执政党 27.6%的人支持在野党 都不支持的有24.6% 10.7%的人没有意见 另外国人针对藐视国会罪这项增修规定的态度也出炉 非常赞成者占27% 还算赞成占30% 不太赞成的有12% 不赞成的有17% 没意见还有巨大的加起来有13%左右 民调显示超过50%的民众支持增修 藐视国会罪 国会职权相关修法攻防激烈 面对法案一路闯关抗议民众能量 是否会持续升温 下周二立愿三度攻防 记得上我们方法与台北财富报道